二舅给介绍个相亲对象 你才多大一吹婚呢 我都这样了 家里能碎 不是你这样怎么了 又不比别差 又不是你刚才嫌弃的时候 你转身离开 不是你这话不能乱讲 我刚才我真的没嫌弃 你不也是被家里来逼的吗 是啊 我是真不想来 本以为来了走个过程 别走开 你这个 还是把流程走完吧 没事 你走吧 反正我也不能走 我又不好看 还坐着这一点 谁跟你说你不好看了 那再说了 那有论意怎么了 你不是你千万不能自卑 你知道不 你要相信自己 有个因子 我这边可能就是个废人的 我可能就走不了路了 我是个废人的 不是你你不能这么说 你千万不要堕落呀 你点相信光 你相信光吗 我的世界是一个火 这么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一会就知道了 第一次相亲竟然是轮椅女孩 然后带她去了这个地方 不是来游乐场干啥呀 玩呀 那来这还能干啥就玩 那你自己玩我走了 不是你别走啊 你走了我跟谁玩 那你这样有意思吗 我咋了 你就明知道我这样还带我来这玩 你让别人看我笑话呢 谁能笑话你呀 不是你为什么在别人眼光呢 在他们眼里我就不是个正常人 不是你这些干啥呀 没那必要 这都是你自己想的 不管要我让你自己玩我走了 不不 那不玩了不玩了 那来都来了 咱俩逛逛行吗 你走吧 你之前什么性格呀 以前就跟现在反差挺大的 就以前大大咧咧的挺硬往之前 那现在吧 现在就变得什么寡言了呗 然后有点抑郁 不是 你特别在意别人对你的眼光干啥呀 是呗 现在变得我都不是我自己了 要不在哪个这坐会儿 不用我坐轮椅就行 没事我帮你 来拿着 你平时不跟朋友在一起吗 没有朋友了 我不敢跟他们联系 怕他笑话你 议论你 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 未必是正确的 那在我眼里 你就是正常人 那不因为你是相信对象吗 不是 是因为我们是朋友